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巨蟹仔仔频道,我是蟹仔 今天要来说一个藤原豆腐老板儿子 怎么用五年时间成为了秋名山车神的故事 偷温之地 在天空才刚刚要亮起来的秋名山 被一辆小白送完豆腐后 下山的引擎声吵醒了太阳公公 用了30分钟的时间便到了家门口 此刻的老爸还没睡醒 小孩于是敲了酒瓶叫醒老爸却没半点动静 便把老爸拖上睡房 不小心尸首让老爸摔下楼梯 弄伤了后脑勺,帮老爸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爆炸了伤口后便去了棒球场 听好有阿牧车大炮 我要被那些看别我的人后悔 要当世界级赛车手 小孩,加入我车队 小孩却说我没有车 阿牧毁了一句 不用车的,你来帮我洗车而已 这时来了一堆妹子 阿牧趁自己在下 便偷望在上的小叔说道 今天穿了白色垫底 车完大炮回友站继续开工 却在这时,一辆黑色也还往友站驶入 说这里有没有人认识秋名山车神 麻烦转告,我会在秋名山等他 于是阿牧和小孩在夜里加上了秋名山 并对小梁夜海说 喂,动作爽快点 赶着送我住手下山 小梁看出阿牧什么都不懂 便提议今晚坐夜海车旁 阿牧却误会说了一句 啊,原来你们是一对的 放心,我不反同 随后便开始了比赛 后来阿牧来补给刹车撞向了血波 把车头灯撞坏了一边 第二天夜海一如往常开完秋名山 却被送完豆腐犯困赶着回家的小海紧追在后 树在了一个弯道 眼睁睁看着小海快速的消失在秋名山 这天小海放空后 和小树来到了海边 小海更被小树主动告白吓到夜早 好在小树及时从后挤压 才把温泉馒头吐了出来 到了夜晚 木巴带了海拔到夜总会消遣 过程中海拔也说出了自己成年往事 五年前我自创发作 红的我差点把肺给顶出来 就叫那臭小子替我送一碗豆腐咯 成四点多 黑漆漆连个鬼影都没有 就由他送个够吧 刚开始咧 四点钟出门大概五点半就到家了 一点之后就五点 两年四点半就回来了 但有一次他赶着回家睡觉 拼命的柴油们把豆腐全都打烂了 我还不狠狠教训他 第二天咧 我便把一杯水放进了车里 和他说如果一滴水洒了出来 我就不饶你 刚开始咧 两个钟才能回来 一个月后就一个钟 后来他跟我说 看东西越来越慢 我还误会他眼睛坏带他去配镜 咽过眼后 视力却非常正常 最后我才知道 他又上了一个level越来越快 现在我的兰特里 他一直想成为赛车手的阿牧 这天叫了老八的战车上了球鸣山 担心阿牧出意外的木吧 便打给了海拔 叫他无论如何 一定要小海上球鸣山跑一趟 于是110黑赛车上正式开始 首先小黑摇摇领先跑在前头 直路上小白根本无法追上 看过完时距离却有点靠近 进入多弯路段时 小白与小黑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小白改变跑法 飘移过弯 此时两架车行贴过弯 最后小海踩进油门 从水取到进弯 再翻转方向盘 赢了这场比赛 小梁很欣赏小海的赛车技术 希望有一天能和他赛一场 但小海拒绝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小海和小树到了海边吸水 小树把小海遮住身体的毛巾扯开 却意外发现小海身上有多出伤疤 后来得知是因为海骂走后 海霸天天借酒消丑 最后就拿小海来打 说完便在小树回家 小树也借此主动牵起了小海的手 并献上了绯闻 不放弃梦想的阿木这天 在这小海上求明山 叫他指点自己飘移 行驶到半山时 突然被一辆车阻挡了去路 来不及刹车的阿木 撞向了车边 吃个小海怒火冲天 要阿木让他由自己来驾 后来刹把头一个不注意 也把车撞得东倒西歪 最后抵达豆腐电时 走到小海家找他 却被海拔盯着不放 还说如果条群再短多6寸 就真的没得顶阿 这天上秋名山送豆腐时 遇见了小梁正在改车 于是便问了小梁关于改车的问题 小梁解释道 最主要是驾带引擎增压器最直接 但要注意路气量够不够 放弃的法门也要配合 避震器要从硬度细程 轮胎的尺寸跟路面行程的角度 再加底缸顶缸互相配合 之后经过电脑行车记录资料 主项调小 说完小海答应了小梁热后来一场比赛 大山时遇见了烧把头 二人再次斗了起来 但在紧要关头 跟了小海多年的小白在半山失灵了 被送进了车场 小梁对小海说 我已越了烧把头三个星期后在秋名山斗胜负 遇了你 若你需要车我有 小海回 不好意思 我只想架自己的小白后便挥手离去 海拔这间把赛车用的引擎 撞到小白上后 架去了友站 在小海到秋名山转一圈 并和他说 一路来你都是自己跑 从来都没和别人斗过 千万不要有跟人斗的心 不要与人较量 你要赢的失踪只有你自己 另一边 阿姆不小心看到小树跟的一个男人 上了失踪酒店 并把这事情告诉了小海 也因为这样 二人在友站大打出手 好在木霸及时阻止 但却在第二天 小海亲眼看见小树跟的一个男人 上了酒店 夜里小海上了秋名山与 少把头小梁一决身负 比赛开始带头的是少把头 跟着是小梁 最后是小海 出了隧道后 小海和小梁来了个随曲过弯 成功把少把头甩到第三位 但小梁超越不了小海 依然排在第二位 后来一辆车从郊野公园驶出 向山上进发 波报员通知车手们 减慢车速 但少把头只想要赢 把耳机栽下后 便加快马力 打算超前 却在这时为了躲过前面的车 撞出了栏杆外 随后小梁流转形势 跑在了前头 但快到中点的小海 火力全开 赢得了秋名山车神的封号 但小梁输得幸福口福 并和小海说 自己会组个车队 希望小海能加入 本想把这份喜悦与小树分享 却看见了小树与另个男人亲热 便删心地回家 拨了通电话 向阿姆说声对不起之后 拨了通电话给小梁 答应加入他车队 看完这个故事我想说 不要一直想赢别人的心态 这样最后只会跌得更伤 换个角度吧 只跟自己赛跑 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 时间到了你会发现 原来超越别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好啦喜欢的话就按个赞分享订阅鞋载 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的芯片通知哦 下个视频再见吧